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卓越国学 那我们呢在生活中总是常说啊 越有钱的人越抠门 而穷的人呢反而更大方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有钱人很有钱 但是却很抠门 甚至呢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啊 拒绝帮助亲人或者好友 这是因为富人经过长期经营经验的积累啊 形成的一种心理定势 舍不得随意用钱 他们把投资逼获利 作为用钱的基本原则 当钱从他手中出来啊 必须能够钱生钱 否则呢他将不愿付出一分钱 所以啊不可能因为家庭扭带啊 友情等等 就像这样的有钱人寻求经济的支持 这样的富人啊当然很小气 但是按照富人的原则呢 他这样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而且呢很多的富人啊 都会有这样的观念 他们认为啊富人才会正确使用钱 而穷人呢常常肆意挥霍 因为正确使用钱才能致富 而肆意挥霍当然就会很穷了 因此呢富人不愿意用他们的钱来支持有困难的人 甚至亲朋好友密友和童年伙伴 富人认为他们很容易得到的钱呢 则会被随意挥霍 那只有利用钱生钱呢 我们才能积累财富变得更加富有 穷人呢之所以穷啊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钱生钱的道理 花钱太随意 那第三有钱人的钱再多呢 也有钱的用处 那富人手里的所有的钱呢 都是投资计划里的本金 越是会经营的富人呢 就是越会严格的将他们的钱呢 安排在投资计划之内 自然呢他们手里呢 就不会有多余的闲钱 因而啊也就不可能资助别人了 相反呢那些没有钱的人啊 往往缺乏长远的眼光 他们不懂得用钱投资 而是乱花钱 花钱喝酒网购 花钱享受眼前的生活 当然呢他们只会越来越穷 其实不少有钱人 行事做事都非常低调 因为他们担忧啊 一旦借钱给其他人 就会暴露他们的财力 并因此呢 引来更多借钱或者要求资助的人 所以他们干脆小气点了 把钱呢藏起来免得惹事生非 而穷人则没有这样的担心了 当然更大方 他们甚至认为呢 用钱换来友情兄弟情 也让自己更有面子 事实上呢 我们每个人都不必谈论富人的吝啬 毕竟钱是人家自己赚的 对吧 如何支配呢 人家说了算 而穷人呢 是要靠自己争气 勤奋挣钱 学习富人赚钱的方法 让自己成为富人 另一方面呢 其实富人啊也不要太吝啬了 要把私助帮助别人呢 包括亲友啊 智友啊占有同学 还有特别困难的人呢 当成是赚取名誉 积累软资产的善举 而不是投资的损失 那小伙伴们 你们对于富人抠门 而穷人更大方 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到评论区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